2003年3月20日,英美联军对伊拉克发动军事行动,伊拉克战争正式爆发。 可能很多人还记得,当年央视记者水军艺留下一书奔赴伊拉克战场,为我们呈现了伊拉克战争的第一手资料和场景,让国人见识到了什么是现代战争下生灵涂炭。 美军碾压伊拉克军队的场景历历在目,时隔多年,很多不明真相的人开始疑惑。 美国当年为什么要攻打伊拉克?这场战争美国人的真实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2001年911事件爆发,在这次恐怖袭击中,美国遭受了严重的损失。 也正因该起事件,美国调整了对外行动方案,将反恐两个字牢牢地印刻在额头上,高举反恐大旗在全球开展了新一轮的军事行动。 同年10月,美军开始了对阿富汗、塔利班的军事打击,并全球悬赏911案件的始作俑者本拉登。 谁也没想到的是,美国的报复竟来得如此勋猛,整个中东地区几乎都牵涉进了反恐活动的漩涡。 以伊拉克为代表,多个与基地组织和塔利班有关联的国家,被美国打上了恐怖主义的标签。 伊拉克更是成为美国人口中的邪恶轴心国。 2002年9月,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向国会提交了一份军事行动的方案,在这份提案中阐述美国要对伊拉克展开行动的理由。 罪名竟然有15条之多,主要包括伊拉克持有大量杀伤性武器,萨达姆政府践踏人权,谋求核武器,支持恐怖分子和恐怖组织,威胁美国国家利益以及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等理由。 很快美国参众两院以压倒性的票数通过了该项提议,开战前便预定了伊拉克的命运。 随后美军开始紧锣密鼓的作战前准备,伊拉克人并不知道的是第二场海湾战争即将降临。 事实上在这场战争中,现在看来是存在很多不合理之处的,比如在两一战争期间,当时的美国是支持伊拉克的, 也默许了其研究和投入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事实,甚至还为其提供便利。 战争开始前,萨达姆和伊拉克方面多次发布声明,称伊拉克内部的杀伤性武器早在海湾战争结束后, 就在联合国的监管下实施的销毁。 如今,国内已经没有杀伤性武器了,美国也不能以此为理由发动战争。 可即便如此,战争还是如期爆发了。 2003年3月20日,当地时间凌晨5点半,英美联军从地面和上空同时展开了对伊拉克的大规模攻势。 与此同时,小布什发表电视讲话,称要通过这次战争推翻萨达姆政权,还声称要速战速决。 美国再次为世界人民呈现了一场现代化战争,在对伊拉克的军事打击中,甚至动用了500枚战斧巡航导弹,以及2000枚精确制导导弹。 美国对伊拉克领土和民众造成了毁灭性打击,无数人失去家园、亲人甚至生命。 这场军事行动持续到当年的4月15日,以美国宣称联军以控制伊拉克全境而告终。 然而,这场反恐战争还远远未结束,依旧有数万美军在伊拉克驻军,扫清当地恐怖组织和非法武装。 2011年12月,奥巴马正式宣布伊拉克战争结束,直到2011年,全部联军才完全撤出伊拉克。 至此,这场持续了20年的作战,才算是真正结束。 但伊拉克战争真的结束了吗? 美国的反恐行动和最初目标又真的达成了吗? 2003年注定是不同寻常的一年,随着美英联军入侵伊拉克,除了当时入侵国家英美名誉扫地外,还有一个人成为了历史的笑料。 这个人就是原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当时他拿着一小瓶不知名的粉末状物体到安理会,称自己已掌握伊拉克持有杀伤性武器的证据,控诉伊拉克的可耻刑警,为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找到了一件冠冕堂皇的外衣。 而普京更是直接调侵,这个大规模杀伤武器搞不好是洗衣粉。 所以,关于洗衣粉的梗材持续了很多年,直到今天他有不少人用以调侃美国。 但同时也反映出,当年的事件,世界人民未必都是瞎子,至少它存在的一点,一直有很多人在持续关注。 很少有人知道,当年那场战争并没有得到联合国的授权和认可,完全是美国单方面的一意孤行,至少在发动入侵战争的借口方面,绞尽脑汁。 第一点就是鲍威尔的证据,这是美国发动战争前给世界人民的交代。 当时的鲍威尔拿着试管,称该原料对人有致命伤害,只需要一丁点就会让几万人当场死亡。 并试图以此号召各国跟随在他们之后,声讨谴责伊拉克的可耻行径,为美国合法发动战争背书。 这一幕是不是很眼熟,恐怕秦二世比在座的大家更有发言权。 不论怎么说,按照谁声明谁举证的默认原则,美国给出了比较完备的全套程序。 在面对各国的质疑,以及联合国提出去伊拉克调查的建议时,美国的耐心已经所剩无几,在联合国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处理方案时,悍然发动入侵战争。 如此的急不可耐更令人怀疑。 不过在战争开始后,还真的有调查组查找杀伤性武器的痕迹。 但始终没能找到伊拉克隐藏违规物品的证据。 在之后的十多年时间里,致力于反恐的美国更是几乎翻遍了伊拉克的每寸土地,一直没能找到依据。 到了现在这件事,也只能在各方的含糊其词之下不了了之,但细心的人依旧能够从蛛丝马迹中寻找一些事情的真相。 第二点致命理由是支持恐怖分子,影响区域和全球安全。 帽子扣得不小,似乎也有迹可循。 比如,其实有很多人都说过,本拉登和伊拉克萨达姆方面有联系,但依旧是那个问题,没有来自官方的确切证据佐证该声明。 该理由似乎于911之后,美国官方给出的结论有点前言不搭后语。 还是同一个鲍威尔,他在对外发言时表示,没有证据证明伊拉克参与了恐怖袭击行动,也无法证明萨达姆支持了本拉登。 既然没有证据表明伊拉克自主恐怖分子,那美国的这一举证依据在哪里呢? 要知道,发动入侵的主要两个国家,国内都有媒体和专家怀疑过这些理由,甚至还亲口承认,判断或许可能出现失误。 更令人感到疑惑的是,美国以伊拉克在支持恐怖组织为理由进行了入侵战争,可在战争之前,不管是中东还是伊拉克,恐怖组织并没有现在看到的多,造成的影响也没有宣扬的那么大。 反而是美国干涉中东地区后,各国先后出现了各种恐怖组织,这些组织手段多样,有的甚至称得上残忍,可他们针对的目标很多时候都是美国在当地的驻军。 所以,到底谁是恐怖组织,谁又是恐怖组织滋生的温床呢? 再说影响全球安全的指控,说破天,这也是某块区域和地方的矛盾,又或是宗教矛盾,如果非要扯上全球,那么能够列举出来的影响特别大的,只有一个911事件,而且还使出有因。 说到这可能,还有人提出疑问,不管是伊拉克还是之前的阿富汗,美国人都曾有过为当地民众谋福祉的这一理由,这总说过去了吧,至少他们改变了当地人民的生活条件。 但事实真的如此吗?据官方数据统计,在2003年爆发伊拉克战争后的10年时间里,单单当地民众死伤人数超过10万,军队更是高达百万。 更不要说旅游业和经济环境了,车友们应该深有感触,自伊拉克战争爆发后,石油的价格一直在不断攀升,再也回不到当初的平民价格了。 从总体环境来说,美国驻军期间,伊拉克原油的整体开采量每年呈现上涨趋势,但原油出售量却在逐渐递减,其中的差额去了哪里? 目前可以确定的是,没有装住伊拉克人民的腰包。 要知道上世纪90年代前后,伊拉克人均GDP已达3万美元左右,公共事业发展如火如荼,教育和科技水平都比现在要好很多, 军事力量则更不用说了。 该有的武器和装备,伊拉克军队从来就没短缺过。 这一时期就是伊拉克民众生活最幸福阶段,其领导人正是萨达姆。 这就是当时伊拉克民众生活水深火热的真实状态。 所以,究竟是谁改变了伊拉克民众的生活,又是谁夺走了他们的钱财和幸福呢? 通过上述几点内容可以看出,当年发动入侵伊拉克的战争理由基本不成立。 那么,美国选择入侵伊拉克的战争中究竟掩藏着怎样的真实意图? 石油,没有什么需要铺垫的和佐证提防。 石油是美国在伊拉克乃至在中东地区行动的主要原因,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不巧的是,伊拉克石油产量巨大,叙利亚也是如此。 大家应该听过前半年网友们改编歌曲《我为祖国偷石油》吧。 美国人为了石油吃相有多难看,世界人民有目共睹。 设置在海湾战争期间,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曾公开承认既不是为了民主, 也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石油。 石油不仅有经济价值这一项利益,更能通过售卖、开采等多个途径获得好处, 尤其是石油运输通道尤为重要。 在当前工业化迅速发展时期, 缺少石油就好像被割断了大动脉、军事武器、化工建设, 乃至民众日常生活都会受到严重影响。 中东地区是世界原油最大产区,高地区的稳定发展意味着美国是否可以持续稳定的获利。 不信就看看资料,你会发现前两次石油危机跟当地发生的局部冲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如果再深入和阴谋论一点,可以通过石油控制他国政治走向。 再说具体外话,为什么萨达姆的残暴出名,地位却一直窥然不动? 就是因为他以石油博弈入局,以此为敲门砖与美国周旋达成利益上的一致。 当然,或许也是因为卡的脖子太多,最终只能找理由挖掉这个阻碍, 从而达到顺利窃取原油的目的。 第二点真实原因或许要从美元和美元体系来说。 自二战结束后,确立了一超多强的世界格局。 美国是公认的超级大国,其背后依仗的就是军事能力和美元体系。 可稳定的背后并非没有对手,来自欧元体系的整合就是美国和美元的最大威胁。 尤其是在经贸方面,美国与欧洲相比并不占优势。 长此以往,如果让欧元的地位稳固,与之对应的美元体系地位就会下降。 就会导致资本开始流向欧洲,美国国内资本也不会有例外。 这种情况显然不符合美国向外发展战略。 那么,怎么确保美元的地位, 同时还能够打压欧洲和很可能与美元分停抗礼的欧元呢? 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制造区域不稳定不安全,所以战争是唯一手段。 而当年的科索沃战争就是美元打压欧元最致命的一刀,因此影响世界经济资本流向欧洲。 反过来也是一样,911事件也意味着美国的环境开始不稳定,不安全。 美国的经济在进入新世纪后泡沫重现,大量资本外逃。 美国政府根本无力阻止。 为了转移实现,也为了给资本信心,不令其向欧洲外逃,美国很快就确立了全新的战略方向,也就是发动了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军事行动,迅速稳定了国内经济形势,也稳固了美元体系在世界货币环境中的地位。 此外,美元加石油的无敌组合,更是捏住了世界经济命脉。 在此基础之上,美国的霸权地位和军事地位进一步巩固,发动一场战争竟然可以多方面获利,也难怪伊拉克被美国盯上了。 所以,不管美国在入侵伊拉克问题上给出什么样的理由,都只是表面现象和冠冕堂皇利益驱使之下的骗局。 实质不过是为了石油和美元的地位不动摇,保住他们蓝星领导者的位置罢了。 18世纪50年代,克里米亚半岛爆发一场极为惨烈的战争,将欧洲地区的多个强国都卷入其中。 战争结束后,这场本没有中国参与的战争,却意外地导致中国吃尽苦头。 蝴蝶效应下,不仅造成数千中国百姓被屠杀,中国还失去东北大片领土。 那么这是一场什么样的战争?为何吞下恶果的却是万里之外的中国? 感兴趣的朋友,可关注头条号昆奇说时,回复001即可观看。 感兴趣的位置